氣爆事故過後也讓民眾擔心起住家附近的管線 會不會也隱藏危機 有學者和專家認為石油化學公司應該要落實管線流量控管 才能夠遏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火花爆炸聲不絕於耳 凌晨在高雄發生的氣爆意外震驚全台 由於高雄是台灣的石化重鎮 這一爆也凸顯石化管線的潛在危機 學者認為要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公司應該做好流量控管的工作 不是物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 我還是要回歸到我剛才講 管線埋設不是原罪 而是經營者他有義務有責任去管控 他管線裡面的所流動的一些物品 他是很安全穩定的在他的管線裡面去流動 那一有發生任何的一個意外 他都能夠及時的增資及時處理 這才是對的啊 事發原因目前仍沒有定論 柯文哲發言人潘建智認為 應該公布災區的管線圖 找到源頭對症下藥 才是防止災情蔓延的第一步 我是覺得救災的第一步我們一定要有方向 所以了解這個管路圖很重要 那了解管路圖之後呢 我們才能知道說到底這個原因 到底它爆炸是從哪裡來的 那範圍到底有多大 不見得說氣爆的點就一定在這個管線上 但是我覺得這個資訊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才有辦法去推論 氣爆的第一時間高雄警消的應變措施 是將氣爆點灑水 學者也說地方的防災設備不夠 才會讓救災無法順利進行 消防機關 或是全國各地的一些應變的機關 它應該是因地置疑 去確認你的轄區內 到底有哪些的這些易燃醫報員 那哪些的一些裝備 是適合當地去做 所謂的災害發生時的一些偵測跟市警 那能夠縮短我們判斷這種 危險物品的一個發生源的一個時間 一場氣爆事故 意外揭露都市管線安全危機 相關單位應該記取教訓 審慎規劃相關細節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右邊TV層邊 彭環心台北報導